快点啊 时间不多了 快点啊 时间快到了 许之逸 别偷懒 你那能替我呗 快点 还有十个 还有十个 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可以了 可以了 结束了 结束了 好 差一点点 来 起来 起来 集合 走 我要跟你们说明一下 进入现场第一时间 打开右肩上方的呼救器 按住开关 呼救器在任何人保持静止不动的三十秒时间内 会自动发出警报 如果在里面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 立刻向你的带链交官示意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好 刘如意 到 是 下面有杨纸 跟你们再继续交代一下 是 经过战里的一致商量决定 给你们所有人制定了一套 适合于你们的考核方式 如果大家能够顺利通过考核 那将以跟车员的身份 跟随我们的消防员出勤救援 如果不能通过考核 那也将不再有第二次机会 所以相应的 你们大家的考核难度 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也就是说 大家只需要走出烟热迷宫即可 不需要营救被困人员 报告 杨纸 林站长 不需要降低难度 我觉得我可以像其他消防员一样 完成相应标准的任务 不可以 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不要给我提要求 杨纸继续吧 接下来呢 你们大家将由各自的代队教官 分别代入 我来宣布一下名单 雷大纲 徐志义一组 刘如意 蒋阁一组 林陆霄 南初一组 宋光明 郑平一组 安慰人 严带一组 安慰民 刘夏汉一组 报告 杉纸 一 想要跟林站长一组 服从命令 现在如果有谁 不想参加想退出的 举手示意我 没有的话 那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纪律 不管任何情况下 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准擅自行动 听明白了吗 明白 给你们五分钟准备时间 开始吧 喘这么厉害啊 我跟你说啊 等会上去了之后 你不行一定要跟我说 比别弱这事 他不丢人知道吗 在我的字天里 就没有弱这个字 上面的环子跟你想的不一样 刘夏哥 你别说了 一会儿我不会拖累你的 而且就算我不行了 你也千万别来救我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特别刺激 好吧 你确定没事啊 这里边不是闹着玩的 没事 林陆湘 南初 准备好了就可以进去了 好 跟我走吧 走 怎么了 别紧张 放松 保持呼吸节奏 放松冷静下来 别紧张 放松 放松 好 走 我看你真的是 ivan 江沛 天 我 怎么了 保持呼吸节奏 放松向人 冷静 坚持住 坚持住 难住 还可以吗 如果不行的话就放弃 我 不要 我可以 你确定 追星 跟我走的 放轻松 不要紧张 放松 放松 保持呼吸节奏 放松 放松 别怕 我带你出去 放轻松 放松 放松 可以吗 可以继续吗 可以的话就这样 好 走 扶你起来 到这里来 可以啊 可以啊 呼吸 怎么样 呼吸 呼吸 我吹冷气就好了 带你喝点水去 来 好啊 真棒 厉害 厉害 女孩子能这个样子喝 厉害了 来 休息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老林给人下口哭 都没见过 我的妈呀 你别帮给别人带一个 你别帮我也下下 好不好 好 姐 你又刚才那一套 我跟你说 干得不错了 我们就放下来 来 休息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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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算是了 你可以 你可以的 不是 你算是表现得好 我带你 你们赶紧赶紧 你们站哪下啊 起什么哭啊 第二组 穿好了吗 你之前不是问我 消防员怎么克服恐惧吗 我今天告诉你啊 没有人能真正地克服恐惧 多少都会有一点 我也一样 该怕的时候也会怕 我之前出过一任务 可能是 父亲在床上抽烟 把床捡着了 门也被堵住了 那个小孩跑不出去 我到现场的时候 烧得已经 没人样了 那会儿要恐惧嘛 不能恐惧 因为你不能犹豫 一犹豫的话 可能失去的就是一条人命 没关系 人都会怕 怕的时候 在心里大喊一声 给自己打打气 大喊一声 对 我自己的办法 你看看好不好用 你不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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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 好 可以可以可以 真厉害 真的 我必须给你们两个赞啊 你们这比上次更熟练了 平时没白练着训练啊 对呀 你看那现在呢 是养啊 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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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件事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提示 林震 你找我 对 这本书你拿回去看一看 应该对你有帮助 谢谢啊 谢谢啊 我会好好看的 好 等等 我要是有问题的话 可以问你吗 当然可以啊 那加个微信吧 加微信 怎么 没有背着还加个微信啊 好呀 回去好好看啊 随时抽查你 知道 孙梦 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事情 值得留恋的 别那么想不开 吃点热乎乎的羊肉串 回家洗个热洗澡 我们送你回去 来 点刀给我 点刀 点刀 来 下来吧 坐下吃个好事 对 有什么事 找我们 找外城 对 慢慢给你解决 我轮休了就陪你去啊 别紧张了 下来的放心吧 放心 你疯了 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啊 爸爸妈妈养你这么多年 就养你这么干嘛呀 你别激动 就别在意里面刺激她的 你家里有什么情况 你们自己都不清楚的吗 什么情况啊 小孩子不懂事开玩笑的 把他瞎说自己有意证 你也信 怎么 立刻给妈妈道歉 别冷静点好不好 刚给吹起来 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没事没事 行了 行了 我就不应该在你上大学之后 对你放任不管 我告诉你啊 待会儿回到家 我把你那些破烂碗的全给你扔了 行了 别扔了 看看你 人家伤口人员 你添多大的麻烦 只为你那些卢生的职业嘛你 你不要再说他了 他已经很难过了 他变成现在这儿 你们不反省反省吗 你谁啊 我们家家这儿关你什么事啊 行行行 你别说了 这个 现在咱们冷静点 都别冲动 孩子好不容易下来了 咱先配合警察同志 给他送回去好不好 回家 走 走 你别这人了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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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应该指责人家父母 我们只能管救援 管不了人家家里的事 我特别能理解孙莫 有一些父母把孩子生下来 却不是真的爱自己的孩子 他们总是以为孩子好的名义 逼他们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还有一些人血缘上是父母 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做父母的责任 孙莫不是不想听他们的管 他只是希望父母能理解他 等最后愿意听他好好说话的 却是一群他不认识的消防员 大晚上出警 还目睹了一出家庭悲剧 真够造型 家长们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抑郁不可怕 可怕的是缺少支持 理解和陪伴 喂 林大站长啊 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你那个发的朋友圈 什么意思啊 别提了 大晚上的我们接到报警 说他们家女儿要跳楼自杀 结果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 人直接就跳下去了 一秒没了 这她爸妈还怪我们出警晚的 估计我这又得介意投诉 那个小女孩 是不是一个大一的学生 对啊 你怎么知道的 关键是我跟你说 这女孩叫孙梦吧 你知道她这爸妈有多不靠谱吗 人女孩抑郁症 她爸妈不相信还让她别多想 你说这抑郁症 那是能不多想就不多想的吗 对了 听说啊 这白天还跳过一回 让校方站给救了 不会就是你们站给救的吧 请不吝点赞 我感觉 我感觉 孙梦的事情啊 对你刺激挺大的 对吧 对吧 我和她的家庭情况 虽然不一样 但那种感觉我太熟悉了 经历可能相似 但人生不一定 过去的事情改变不了了 暂时未来可以 我相信你 加油吧 加油吧 子梦 别动啊 别动啊 有什么事 我们能帮你 好吧 子梦 别别别别 别让我 我 别动啊 我 你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YK 一会儿好吧 做了一晚一整的梦 又想起之前那小男孩了 这么多娘了 其实你心里一直没放下 嘴上不说 你这人心比谁都重 有些事能忘 有些事啊 怎么也忘不了 昨天那事你怎么看啊 还能怎么看 大黄 他也不用上什么梦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义九和世全这俩孩子 你说他俩刚到这儿 就碰上这种事 我觉得 得找他俩好好聊聊 得聊 你去跟他们聊聊 你是指导文 这是你的工作 那你也得先去摸摸底啊 我再从侧面领导 对吧 这教育孩子的事 你得出出力 走 吃饭去 不去不去 跟谁放消息呢 昨天我不是给孙孟留了个言吗 这一大早咱们的身份 就给扒出来 下面一堆骂咱们 骂咱们干吗呀 你看 骂咱们蹭流量 说咱们不专业 骂咱们语气强硬 这人嫌的吧 这不纯属马后炮吗 是啊 你还一条条回呢 那能怎么办呀这 你不是一直想拍短视频吗 什么意思啊 过去点 对对对 好了吗 好的 来 大家好 我们是给孙孟留言的消防员 也是参与救援的人员之一 对于网上的质疑 我想做几点解释 第一 我不是网红 不需要蹭流量 只是一名普通的消防员 第二 质疑我们救援不专业了 我想说 我们整个流程是符合规定的 第三 说孙孟矫情的 我就想问一问你们 有没有了解过抑郁症 有没有关注过自己身边的抑郁症患者 抑郁症不是矫情 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疾病 我们在这里希望大家不要张口就来 也希望所有的抑郁症患者 有勇气有力量去战胜病魔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们是给孙孟留言的消防员 也是参与救援的人员之一 对于网上的质疑 我想做几点解释 发